而同样0918强证证断轮田大桥的交通 那么县政府是积极修筑袭变道 来替代农耕以及民众通行 然而原定元旦前通行的轮田变道 至今却仍未开放 而县政府图木科 今天上午就会同了时工单位 以及玉里芬局交通组道场会刊表示 主要是在强化变道环境设施的安全性 来确保用路人都能够安全通过 原本去年的最后一天 就要通行的轮田变道 现在确证高挂静止的黄色封锁线 从秀库蓝溪对岸的布里乡竹田村 一路徒步会刊的县府图木科 布里乡公所人员 以及玉里芬局交通组 施工包商特别说明 路是都可以通的 可是是为了安全 我们一定要做得更好 所以给我们一点时间 整个步枪 完成好了以后 就可以整个开放 事实上昨天前天 年底本来就像这样都可以 施工单位指出去年12月31号 包括西底道路 过西韩管路面的铺设 到两岸衔接道路的改善等 基础道路建设都已完成 就可以通行 但县府考量到变道环境设施的安全性 因此今天会同相关单位线刊 注意强化变道的安全 放个那个指示牌 是写替代道路平 然后这个方向 所以替代道路平 那一头啊 也一样 要放一个 也是 电线卡那里 也是替代道路灯头 那那一头 可能在那个 可能在那个那里 在下一个天本那里 碍于法规 西底变道并未设置路灯照明设施 因此未来在台风豪大雨 以及入夜后 非必要 县政府仍建议 乡亲民众尽量不要通行 以策安全 而至于衔接花75线道路路口 相关交通指示 告示牌等等 玉立分局交通组 与论田派出所也提出相关建议 会看后包括告示牌 道路指示牌 护栏等设施设备 县政府也将进一步加强改善 而何时完成 虽然没有明确说明 但县政府图目科 可以确定的是 今年农历年节前 轮田变道 一定会开放通行 记者是玉兰 傅里卓西采访报道